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看这个首相桃花比较弱 异性朋友不多 晚婚性格比较急躁 比较固执 这两年有好感的人 你可以注意 这个是结合他的八字来看的 是可以注意将来适合上班工作 做生意运气不强 但是也不会太缺钱 这是一个 我们再看这个吧 这个是标示好的 像这个最好的是生命线 我们说是要绵长 绵长就跟一条奔登的河流一样 围绕着金星丘 弯曲弯弯 这个弯曲延伸 像一条奔登的河流一样 发源于大拇指跟食指中间 流向 逐渐的流向掌底 这种生命线是代表顽强的生命力 不容易患病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不能折断 不能有断裂或者是 倒纹出现 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手指指而有肉 手指尖端 像剥洋葱的形状一样 表示其人个性比较直率 好胜务实 有喜爱美食的倾向 一生一事无庸 那么我们说 这个手指的指节尖 还有一种这个叫 这个什么 米康纹 米康纹 就说明啊 在食物方面呢 是不会缺乏的 那么事业上呢 会有一些奋进 有些这个奋力进取的一些机会啊 这个世界上容易得到贵人帮助 容易成功 那么 主要的是缺点是这个长色啊 长色非常的发暗发紫 有一些灰色的啊 这个发暗 那么这种呢 这种呢 就是说明啊 你近期的运势不太好 不能说是将来的 就是说你近期这个运势啊 受阻啊 切勿做一些投资类的一些事情 一进不一动 我们看这个事业线非常的明显 看见没有 直直的一条啊 头脑线呢 虽然不算清秀啊 不算清晰 但是也不是很差 比较聪明啊 比较有赚钱的 这个赚钱的能力 不过烂桃花比较多啊 你看这个感情线啊 粗粗的一条 并且呢 有很多横的支线 这种朝一醒的喜欢啊 一些暗昧啊 轻调啊 容易在24到25岁期间 有感情的变化 所以说 嫁老公的能力啊 不差 就是挑老公能力不差 但是呢 要想要这个 找到合适的啊 就需要睁开眼睛 好好挑一挑 烂桃花比较 这个桃花比较多 好了 有关这个内容 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洋玄机啊 如果是有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啊 我们下期再见